如大家都知道卡利亞不是一個珠寶品牌的手錶 在很多年前已經有手錶的系列出產 Santos100曾經在幾年前叱冊風雲 這個巨型的殼 帶上手就是把Santos加大了 很多潮人喜歡 現在大家看到這隻是Santos100的Corno 我拿了手錶的時候覺得它比一般的造型和質感很重 用上伊塔的機身 不是很高階的機身 但當日當時很多人覺得它是潮流的象徵 都過了一段時間 如果再看Santos100的大上手道 都很合適 新型巨型的人 我就無謂了 真的太大聲了 大家都看看 不過 現在這些手錶 都是希望玩回自家機身 定價又加貴了一大缺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簡約的Santos100 不過這個卡地亞出產和計士 都不是太貴 而且女士 或者一些 Trendy的打扮的人 戴其實都算是一個高級品牌 日用的手錶 這個藍寶石都做得很漂亮 卡地亞的接扣 我自己覺得如果手不夠粗 就很難戴 因為扣就略大的 好,多謝大家 如果讓我 consult fabulous demonstrate 我的手錶